处长算个这样 在北京啊 一板砖下去 能砸倒一大片处长 和你这个处长不一样 权力大 我都听人说了 拿个部长跟你换 你都不换 是吧 权力大小 那都是为人名乎 面对反贪局的提问 赵德汉回答的是滴水不漏 这时候有人搜出了他家的存折 侯亮平问存折里面有多少钱 加起来一共是十二万五千六百三十 一个项目处的处长 有这点钱一点也不奇怪 甚至可能都没有一个村支书家里的钱多 反贪局的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发现 侯亮平一直盯着赵德汉吃面 赵德汉就这么面无表情地吃着 见状侯亮平让其他人收对 当了大处长 连客人都不 赵德汉被侯亮平怼得没办法 只得穿个外套出来送人 到楼下之后 赵德汉握手送别侯亮平 但是侯亮平却没有一点要松手的意思 侯亮平掏出了一张搜查令 这张搜查令的位置正是赵德汉的办公室 这么晚反贪局去办公室查案 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 赵德汉当然不愿意 更是嚷嚷着要报警 侯亮平这时候掏出了自己的证件 侯亮平这些年名声在外 在他手里落马的贪官最少几时 赵德汉只能乖乖地把人带到了办公室 而他所在的项目部管理着全国资源项目的审核 手上的权力可以说大的吓死人 即使是外省的省长见他都要排毒 能不能满足我一下好奇心啊 你是怎么收费的 一句话把场面弄得尴尬到了基底 赵德汉赶忙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 侯亮平这时候提醒他 他的前任当时也是在这间办公室 项目都是明码标价 一个项目50万到150万部 四年不到的时间他就探了8200万 很快他们在赵德汉的办公室搜到了几张银行卡 侯亮平让他解释一下每张卡的用途 赵德汉说自己就这么点死方钱 全都被他们给搜出来了 侯亮平说他的前任也有一张过节费的卡 卡里面有680万 赵德汉把自己装成一副剧内的样子 就连侯亮平没收他的银行卡 他都要求还给他本人 千万不能让他老婆知道 他每个月还得给他在乡下的老娘300块生活负 即使在办公室什么都没有找到 侯亮平也没有丝毫要罢手的意思 这给赵德汉急得拍起 如果不是侯亮平有着一定的把握 他还真会被赵德汉给唬住了 办公室里依然没有查到线索 侯亮平要带他前往第三个地方 这里是北京相当豪华的别墅区 刚到地方赵德汉的腿就暖了 只能让掺着走 赵德汉继续装傻 这时边上的人拿出了一顿视频 视频里的赵德汉骑着电瓶车 打开了这栋豪华别墅的大门 进到别墅之后赵德汉已经不淡定了 侯亮平等人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冰箱的现金 眼见事情已经败露 赵德汉哭诉地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这里所有的钱他一分都不敢挖 而这冰箱里的钞票只是冰山一景 在位四年贪污两亿3900多万 而向他行贿的都是各省市的高官 据他交代其中就有汉东省荆州市副市长丁一真 侯亮平以北京反贪总局侦察处长的身份 要求老同学汉东反贪局局长陈海协助调查 陈海才刚出门就遇见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纪昌明 纪昌明勒令他立刻停止一切行动 立马跟他一起去向省委汇报 在车上纪昌明询问事情的具体情况 在得知反贪总局的手续还没有批下来之后 他觉得事情不能这么干 而侯亮平曾经也是他手底下的人 纪昌明决定这件事先得跟省委汇报 他们毕竟是属于汉东省的领导干部 不跟省委通个气那不是打了领导的脸 陈海提醒纪昌明 北京那边已经开始行动 他们这边可不能走漏了丰盛 纪昌明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一旦出了披露他没法和最高警交代 于是他让陈海打电话让其他人盯着丁一真 身为荆州副市长的丁一真正在参加项目峰会 纪昌明这边找到了汉东省省常委 及荆州市委书记的李达康 以及汉东省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高玉良 还有汉东省公安厅厅长齐通 这已经是汉东省目前的最高权力枢纽中心 而这个丁一真是李达康的直系下属 经过几人的一番商议 他们决定先把丁一真给抓起来 但是其中有一点李达康有分歧 他不同意将人抓捕之后移交给北京最高警 到时候一旦出事他们就会被 高玉良的担心不无道理 因为这件事之前出过先例 更加重要的是 他们即将新上任一个新的省委书记 总不能他一来就给他这么一个见面 陈海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汇报工作 也会一波三折 很快几人就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产生了分歧 纪昌明身为反贪系统人 他认为不论任何情况 他们都不适合和北京最高检争夺大安全 陈海身为一个小局长 只能坐在那里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等这些领导开完会商议好了之后 丁一真已经坐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而准备回去的书记李达康大发雷霆 今天晚上李达康的面子算是丢到了网络家 丁一真是他亲自任命的干部 加上今天汇报工作 纪昌明和陈海那时一点面子都没有给他了 另一边高玉良也拉着自己的大弟子谈心 高玉良和李达康一直不对付 但是身为大弟子的齐同伟 今天居然帮着李达康抢罗伴案局 高玉良知道齐同伟这是向李达康表决心 汉东省的常委会即将召开 而齐同伟一直想更进一步当上副省长 高玉良知道他这是指望李达康到时候能投他一票 他劝齐同伟不要这么乐观 而这个省委书记的位置本来可以是高玉良做的 只是他自己不做而已 而这边的陈海怀疑丁一真的逃离是有人通风报信 否则他的电话不会接得那么及时 省公安厅通过定位锁定了丁一真的手机 看着GPS的行驶方向 几人都怀疑他回老家了 而那边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个小时之后 丁一真的车在收费站的路口被拦了下来 但是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 丁一真并不在车上 当侯亮平打电话询问陈海那边的情况时 才得知丁一真已经逃往海外 并且他在两个小时之前就已经飞走了 也就是在省委领导开会的时候 纪昌明推测飞机应该还在我国领空 他让齐同伟联系一下空管部门 当他们联系上空管部门的时候 丁一真所乘坐的飞机已经飞出了我国领空 进入了国际空域 齐同伟当即下令对丁一真发布红色通缉令 此时的丁一真化身汤姆兵 正在飞机上向空姐摇香槟 而对于丁一真的逃跑 高玉良也很是生气 齐同伟身为省公安厅长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高玉良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新省委书记到来之际 这无疑会给他在领导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事后齐同伟通过调查 在丁一真逃跑之前曾接到四个电话 这让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是有人提前通风报信 并且给他安排了出逃路线 高玉良怀疑打电话的人 就在当晚在省委的几人之一 侯良平在得知丁一真逃跑之后 他亲自来了一趟汉冬 为了招待他 陈海把手下一处处掌路易可拉到家里来做饭 欧良平来了之后就一副心事问罪的态度 这次的行动一开始只有他和陈海知道 能指挥丁一真逃跑的人 在汉冬一定是一个能量巨大的人物 可见这里面的谁有多深 此时的丁一真正住在洛杉矶的一个小破宾馆里 他打开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不带一会就有一个小辫子来到了丁一真的住处 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丁一真不要再跟他妹妹联系 随后他让丁一真给自己帮个小帽 让一个曾经做过副市长的人扫地 丁一真还以为自己听错 他当然不愿意扫地打杂 当即提出和小辫子做一个生意 他曾经是副市长 有很强的人脉关系 随便做点什么他们就可以来很多的钱 今非昔比了 丁一真是想威胁小辫子 没想到小辫子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大笔头 丁一真还想还手 边上的人直接把子弹上了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这里不是国内 他也不再是副市长了 随着丁一真的出逃 他留下的烂摊子也开始显露出 男人来看望自己的发小说是给他带了一些特产 然而搬上来的却是中华香烟和茅台酒 看到这些东西侯亮平愣住了 发小蔡成功解释两人是朋友 这些东西又不值钱 来看望自己的兄弟带点东西这很正常 侯亮平让他赶紧把烟拿走 茅台酒留下一瓶就行了 这时候侯亮平的儿子放学回来了 一看见小孩子 蔡成功就从包里拿出来一万块 说是给孩子的见面礼 见状侯亮平发飙了 侯亮平身为反贪总局的侦察处长 可谓是事事谨慎 就连蔡成功给他订做的西装他都不要 侯亮平让他把衣服拿走 否则他就扔到垃圾桶里 没办法蔡成功只能将西服给拿走了 而他这次来找侯亮平这个发小 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知道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是侯亮平的老师 所以想从他这里走个后门 侯亮平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蔡成功说有一个山水集团想侵吞他们公司 而这个山水集团的老板高晓晴 是高玉良的亲侄女 侯亮平身为高玉良的亲传弟子 自然知道他没有什么侄女 见状蔡成功又让他帮自己找找丁一真 听见这话侯亮平眉头紧眼 这丁一真已经逃跑了 蔡成功在这时候问起丁一真有点太巧 看到侯亮平的表情 蔡成功立马解释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北京上访 而他要上访的事就是山水集团侵吞他的大风公司 这件事已经传到了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耳对 他把山水集团的高晓晴叫了出来 高晓晴感觉自己很委屈 大风工厂的老板才成功欠他们公司钱 所以用大风厂的股权来抵押 后来还不上钱就把股权转让了 当初协议上写得很清楚 这个大风厂必须在半年之内拆迁 但当时在位的副市长丁一真不同意 说必须让蔡成功完成手上的订单才能拆 听到这里李达康把手底下的人叫过来一顿讯 这大风服装厂在荆州市的规划蓝图上那就是一块吧 居然拆了半年都没有拆掉 他让人去查查这个蔡成功的老底 李达康给手下人下达了死命令 这个大风厂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拆除 否则他就摘掉这些人的乌纱帽 并且他亲自点假 让光明区区长孙连城担任光明峰会的总指挥 另一边对这件事同样关心的还有陈延石 他是已经退休的检察院副检察长 他是高玉良步入仕途的第一位上级 所以高玉良对其很是尊重 而当初大风厂的员工股权改革就是这位老检察长的梦门 他也听说了高小晴和高玉良之间的传闻 关于丁一针逃跑的事陈延石也听说了 所以他决定敲打敲打这个老部侠 有人说你老高的汉大帮要打赵家班的级级干 因为之前高玉良在汉东政法大学教书 汉东省里有很多干部都是汉大毕业的 而这帮人就被称为汉大帮 高玉良赶忙解释这件事是最高检要求他们协办的 我们陈海和高检的侯处长 那可是你学上 陈延石的意思就是侯亮平和陈海算起来都是汉大帮的成员 所以啊还有人说你陈老是我们汉大帮的黑后台呢 高玉良这意思就很明显了 如果这些都是汉大帮 那你陈延石也是汉大帮的一员 高玉良画风一准 说外面有传言是他高玉良支持陈老带着大风场的工人占地闹事 但是这件事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于是陈延石开始解释起大风场的事 当时的赵立春任汉东省省委书记 陈延石在当时也算能得到重用 当时全国的国企都面临改革 这大风场改革的单子就落到了陈延石的身上 于是他就让大风场从国企变成了所有的员工全员吃 现在出了大风场拆迁了事 他曾写过两封信给李大康 但是都实诚大喊 哎呀人家架子大呀 他们现在说话不管用啊 画面一转 这天陈老在家的时候 大风场工会主席郑西坡找到了陈老 他听说山水集团准备对大风场进行强拆 他担心这高晓晴真如外界传说的那样 是省委副书记高玉良的侄女 陈老直接否决了他 这件事他已经向高玉良求证过了 郑西坡又说这件事李达康亲自下了命令 在陈老看来只要他们不出工厂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厂拆是肯定要拆的 但是在拆之前必须解决好员工的安置问题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郑西坡就接到了电话 拆迁队的人来了 谁能想到一个破旧的厂房前脚被5000万转让 一转眼的时间 这块地的价值直接翻了20倍 变成了整整10亿 感觉上当受骗的常理职工自发组织拦在了厂门口 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握有常理的股份 而为了能够尽快拆迁 山水公司找来了社会闲散人员假扮警察 陈老得知之后立马打了个电话给市局的局长赵东来 赵东来刚打完电话 山水集团这边就收到了消息 请客间这些假冒警察的社会闲散人员就撤离了现场 这边蔡成功也从北京回来了 只是他刚回来就被厂里的工人们团团围围 工人都认为是他和高晓晴两个人做的局 骗了他们手上的补权 但是任凭蔡成功说破了嘴皮子也没人相信他 厂里的工人一时激动 居然将他打成重伤 随后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山水集团也打算趁着这个晚上 被大风工厂避其供于一 为此他们甚至动用了挖口机 在车上头目开始驯化 要尽量避免流血 如果非得流点血不口的话呢 咱们也不要怕 但是有一个要求 千万不要不死一个人 大风厂的工人们也严阵以待 他们不光挖了好沟 厂门口也堆起了沙包 为了防止这些假警察冲进来 他们在沙包上倒上了整整湿土器 挖足机丝毫不在乎 挡在厂门前的工人 开始一步步往前推进 这件事被有新人在边上用手机直播 很快侯亮亭就看见了这件事 他打了个电话给身为省委副书记的老师 高玉良得知之后 立刻打了个电话给齐同伟 齐同伟一脸懵逼 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高玉良告诉他事发地点 正是李达康治下的光宁区 高玉良心里清楚 这个大弟子还心存幻想 希望李达康能在省委投他一票 所以不想得罪李达康 挂完电话齐同伟却一动不动 他老婆催促他的时候 他却说在等我 转头高玉良就打了个电话给李达康 现在新省委书记还没有刀刃 整个汉东省的政法 都在高玉良身上一个人挑着 大风场里有20吨的储备器 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如果处理得不好 他会给新来的省委书记 留下很糟糕的印象 就在场里的工人和拆迁队对峙的时候 一个工人的火把的火星 掉在了倒满汽油的沙包上 沙包瞬间被点燃 眼见情况不对 拆迁大队的人全都跑了 李达康接到电话的时候 已经烧伤了30多个人 通知我是所有医院 立刻开通绿色上面存道 赶快抢救 等李达康抵达现场的时候 大火还没有吸引 这时齐同伟也赶到 他给出的建议是 林枪市井来武力清场 李达康当即下令 按照齐同伟的指示作 而今天晚上的这场直播 已经上了热搜 网间处已经扇不过来了 就在赵东来 下令林枪市井的时候 陈老也来了 千万别拿退休的领导 不当干部 高玉良 你是不是命令不了李达康啊 你给我找新上任的省委书记 沙瑞金 陈老居然敢对 新来的省委书记直呼其名 这让高玉良意识到 这个老领导 恐怕和沙瑞金关系匪浅 他当即打了个电话给白秘书 但是白秘书说 沙书记刚刚睡下 见状高玉良 只能说明天再说 而陈老为了让场内的工人们放心 他选择和这些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李达康在得知 陈老打电话 直呼沙瑞金的名字之后 对这个老人也开始重视起来 他下令拆迁立刻停止 第二天早上 齐同伟来跟高玉良汇报工作 高玉良训斥他太蠢 昨天晚上 他应该和李达康一样站在一线 但是齐同伟觉得 那毕竟是人家势力的工作 他一个省公安厅长在那里不合适 这时候齐同伟又问 这个陈老怎么就敢指名道姓的 掌新来的省委书记 他也在那通电话里 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而沙瑞金早上起床 听到秘书的汇报 他当即就打了个电话 给现场指挥李达康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要首先想到人 而不是政绩 沙瑞金当场对李达康 下达了一系列的指令 最后他让李达康 把电话交给陈老 一听这话 李达康忙不迭地 把电话给陈老送来 而陈老一开口 让所有人一惊 诶 找金子 陈叔叔 敢叫省委书记小金子 可想而知 这个陈老和省委书记有多数 这边收到丰声的齐同伟 想去拜访一下 这个老检察长 要知道他以前 对这个陈老那可是吃之以鼻 高玉良看出来他的意思 让他省点事 曾经高玉良劝过这位大弟子 让他和陈老多亲近亲近 但以前陈老不讨喜 齐同伟害怕树敌 一直没这么做 千算万算都没算到 他能跟汉东省一把手有交集 李达康在杀瑞金的指示下 开始对着群众做安抚工作 这段视频被电视台同步直播 高玉良看见之后 问齐同伟服不服气 高玉良提醒齐同伟 他的步子卖得太大 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这个时期 一动不如一进 但是我们的齐厅长 明显没有把他老实的话给听进去 第二天就带着东西上门来看望陈老 要说这陈家和齐同伟 还算有些渊源 陈老的儿子陈海和他是师兄弟 陈老的女儿陈阳曾经和他是恋人 只是陈老一直像快又臭又硬的石头 这些年在汉东政坛上没少得罪人 为了不树敌齐同伟也一直没和陈家来往 一看他陈老也就知道他的来意 所以心中对齐自然也是不行 但是齐同伟没把自己当外人 堂堂一个公安厅长 在这里又是扫地又是厨地的 还真就让他在这里碰到了杀瑞金 反贪局局长被车撞了 电话那头的侯亮平意识到了非同寻常 他直奔领导办公室 陈海被紧急送往了ICU 侯亮平敏锐地察觉到陈海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就在昨天晚上他曾接到陈海的电话 说是他的发小蔡成功曾打电话向他举报 他们约定在大龙山的拆车厂见面 但是等陈海到地方却没有看见人 还被市局里埋伏的警察给抓住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自己说明情况的时候就被车撞了 这一切太过巧合 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件事一定和大风厂的116事件有关 而这件事经过初步的调查 开车撞陈海的人是因为酒驾 这件事由汉东总检察长纪昌明亲自调查的 但是侯亮平笃定陈海是遭人暗算 因为陈海出车祸的时候两人正在通话 当时的陈海正准备来北京最高检汇报情况 他怀疑陈海手上一定捏着什么证据 而且车祸是发生在早上8点半 怎么可能有人在这个时间断喝得醉醺醺的 侯亮平提出他想去一趟汉东 听见这话他的领导想让他去汉东临时接替陈海的职务 这样他就可以在汉东沉下来 安安稳稳地查案 这一点侯亮平自然是求之不得 另一点李达康认为大风场的116事件是蔡成功组织的 当即下令要将蔡成功抓捕归案 当蔡成功意识到自己被通缉之后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侯亮平身上 接到蔡成功电话的第一时间 侯亮平就按下了电话上的录音键 蔡成功说他短来准备向陈海举报贪官 而他要举报的人正是李达康的老婆 荆州市城市银行的副行长欧阳靖 他说我贿赂200万人民币 这是中共汉东省委常委 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 对就是他 他知道我要举报他老婆 正让荆州市公安局到处抓我的 侯亮平当即询问了蔡成功的位置 他准备派人过去保护蔡成功 挂了电话之后他就打了个电话给高玉良 刚好这时候齐同伟也在边上 齐同伟有些投鼠记起 毕竟欧阳竟是李达康的老婆 能保住限制就很不错了 听到老师的一番话 齐同伟决定马上出发派人接应蔡成功 同样在寻找蔡成功的还有赵东来 荆州市已经锁定了蔡成功的车 他们一直追到大龙山的拆车场 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人 赵东来让他们就地隐蔽 结果他们就看见蔡成功上了省厅的车 赵东来得知这一情况 第一时间打来的电话给李达康 而侯亮平也在这个时候抵达了汉东 一场关于汉东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这是身为汉东省省委书记沙瑞经第一次召开省委 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原本是要对汉东省一众官员任命 高宇良在大会上提议将齐同伟再升一级 但是沙瑞经却说出了齐同伟在陈老家小菜园挖地的事 李达康趁机补刀 他说当年齐同伟还是公安局正保处处长 时任市委书记的赵立春回乡上吟 他和齐同伟陪同 这一番话无疑是在打高玉良的脸 齐同伟是他高玉良的学生 更加是汉大帮的成员 他当即开始反击 随着高玉良的这一句话 汉大帮和秘书帮算是正式开战的 战场不止在省委会上 更是在此时的荆州势力 侯亮平也抵达了荆州 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案 来到反贪局他就拨通了齐同伟的电话 想要把蔡成功给要过来 但是齐同伟忌惮李达康 他担心他前脚刚放人 后脚荆州市局就会立刻把人带走 于是侯亮平让路易可带人去把蔡成功给带回来 转头齐同伟就打了个电话给市局的赵东安 让他带着人去省公安厅的招待所组 然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达康的秘书 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忠心 管是他又打了个电话给手底下的人 交代他们不管市局和检察院发生什么冲突 他们都不许往里面猖呼 路易可刚把人带上车 就被市局的警车给围了起来 他立刻下车 掏出了自己的证件和赵东来交涉 但是赵东来以蔡成功涉嫌重大安全责任罪要把他带走 双方当即僵持不下 谁也不肯让另一边把人带走 得知事情的纪昌明开始怀疑李达康的动机 如果李达康的老婆欧阳京真有严重问题 现在李达康扣住蔡成功不放 他想干什么 堵住蔡成功的嘴 而市局的赵东来已经找到了检察院 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 侯亮平决定就在省公安厅的招待所进行询问 24小时之后让赵东来拿手续过来办个交集 赵东来当即点头答应 很快侯亮平问询蔡成功 根据蔡成功的介绍 他以前每次贷款都会根据贷款金额来给欧阳京返你 一共返了4次 每次50万 这次就是因为欧阳京断贷 才导致他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他没有钱还山水公司的过桥贷 股权才会被他们收走 他推测欧阳京一定是收了比这50万好处费更大的好处 所以才会断了他的贷款 问询完毕之后 侯亮平将人交给赵东来 期间他一直叮嘱赵东来要保护蔡成功的安全 现在他已经怀疑李达康很有可能被辐射了 很多网友都说程度就是普通人的天花板 身为光明区的分局长 在得知自己表弟因为拆迁被抓起来之后 他就把工会主席郑西坡也抓了起来 如果赵东来不放了他表弟 他就不放郑西坡 他把郑西坡叫到了审讯室 然后就关掉了摄像机 接着让人找一套号服给郑西坡穿上 当然把号服拿过来的时候 郑西坡并不打算穿 而今天是李达康和大风厂开协商会的日子 陈老邀请了身为工会主席的郑西坡 但是边上的孙连城却说他来不了了 原来是郑西坡被抓的事已经让人坡上了 李达康当即打电话问赵东来怎么回事 赵东来一脸懵逼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压根就没让人抓郑西坡 李达康给他20分钟的时间 让他务必把郑西坡送到大风厂的门口 挂了电话之后 赵东来立马打了个电话给程度 程度 你把郑西坡带上过来 立即送到大风厂 关大一击压死人 这大了可不止一击 紧接着赵东来给交通队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们全程绿灯 务必让程度能在18分钟内赶到大风厂 在车上的时候 程度发现郑西坡还穿着号服 这身衣服要是被李达康看见 恐怕他的仕途也就到头了 他当即让郑西坡把衣服给换下来 但是他不管怎么说 郑西坡都不愿意把衣服脱下来 等车开到大风厂的时候 看到郑西坡身穿号服 李达康当即把程度叫了过来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程度想去脱掉郑西坡身上的号服 但是郑西坡还是不愿意脱 这疯了你 几个领导接连问责 这一下程度傻眼了 李达康更是警告他 他既然身穿警服头顶警徽 就不能太任性 接着更是让赵东来回去好好查查 像程度这样的人 你还有没有有一个给我插一个 把这些海群制把 全都给我从公安队友当中兴出去 程度知道自己在荆州市肯定是混不下去 事后他想到了齐同伟 而齐同伟正在和高小青打高尔夫 今天晚上他将在这里宴请侯亮品 打完球之后高小青想让他见见程度 齐同伟并不想见 一旦他收了程度之后 势必会站在李达康的队定面 高小青说了李达康在省委会上说枯坟的事 即使这样齐同伟还是没有想收下程度的打算 到了他现在这样的地位 做每一件事都要谨慎 警察局分局局长滥用私权被市委书记点名 于是他想改投到省公安厅厅长齐同伟的门下 就算你是玉良书记 你是达康书记 你也没有这种权利 知道吗 党和人民就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利 齐同伟明显没有收下程度的打算 这时程度拿出了一个硬盘 齐同伟好奇地问他这是什么 这是我对李达康的音响监视资料 听到这里齐同伟一惊 一个小小的分局局长 竟然敢监视一个市委书记 程度解释自己也是受人之托 否则他吃了雄心暴自胆也不敢这么做 等程度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之后 齐同伟当即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市局的赵东来 他要直接把程度调到省公安厅 赵东来提醒他 录掉程度是李达康亲自下的命运 而且程度这次是严重危机 这个同志呢 我们一定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但是调还是要调的 齐同伟说程度是他们省厅已经考察了很久的同志 不可能因为达康书记的一句话 就把这件事搁起 毕竟我们省公安厅不是达康书记的领导 赵东来让他慎重考虑这件事和不合适 齐同伟霸气的说和不合适不是事里面说的算 这个人他要定了 如果李达康有意义让他亲自来整自己 完事之后程度对着齐同伟深深的拘了一躬 齐同伟也明确的说这件事是看在他身后人的面目 并且以后在省公安厅程度只接受他一个人的领导 这一下程度算是一步登天了 齐同伟好奇的问他监视李达康这么久 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根据程度的介绍 李达康和他老婆已经常年分居 并且这位市委书记12点之前从来都不回家 而齐同伟要掉程度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李达康的领导 李达康认为齐同伟这是报复他说枯坟的事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这人就先放掉 后面找机会再收拾他 聊完了这件事之后 赵东来开始汇报116事件的始末 这件事情的主要发起人就是蔡成功 李达康准备下令批 赵东来告诉他这里面还夹杂着检察院 赵东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李达康让他能说的就说 不能说的就不说 见状赵东来说检察院之所以盯着蔡成功 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重要的举报 就在他举报之后 反贪局的原局长陈海就遭遇了离奇的车祸 目前他们还在调查 李达康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有11事件 蔡成功的问题 罢就行 赵东来点头答应之后 他劝李达康当断走断 李达康回家之后准备和他老婆商量离婚的事 但是没想到这离婚也是一波三者 很快为侯亮平接风洗尘的酒宴就开始了 来的全是汉大帮的成员 换言之也是侯亮平的笑语 齐同伟请他吃这顿饭 就是想试探试探他的心在不在汉大帮这边 酒过三巡之后 齐同伟提议来唱一段之豆 高小琴和齐同伟一唱一鹤就是要让侯亮平知道 他敬佩的那位老师也是这里的常客 齐同伟唱的是胡思令的戏份 高小琴唱的是阿庆嫂的戏份 侯亮平则唱的是汉奸刁刁德伊 这其中有一句词是阿庆嫂问刁德伊姓蒋还是姓汪 这也是高小琴在试探侯亮平到底属于哪一点 侯亮平心里自然也是有数 今天晚上的一顿饭 让侯亮平见识到了高小琴在汉东的能量 那么多的政法口官员都是山水庄园的座上客 而在山水庄园内 齐同伟和高小琴两人也在讨论侯亮平 高小琴也知道蔡成功举报李达康老婆的事 对于这一点他倒是乐意看见了 因为李达康跟他不是一路人 而齐同伟感觉他有点拿不准这个小师弟 虽然两人是同门 但毕竟不是一姐 毕业之后也就没再联系 齐同伟最担心的就是侯亮平在这里时间待不长 然后还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 齐同伟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师弟不会属于任何一个邦和系 他只会干他该干的事 而另一边李达康正在和他老婆商量离婚的事 他们的婚姻早已经名存是亡了 只是他老婆一直拖着才没有办离婚 这离婚协议对你很重要是吗 李达康没有否认 因为他老婆准备内退去洛杉矶 所以李达康如果不离婚他就成了鲁官 欧阳金也知道他一旦做了鲁官就要下台 欧阳金对于这个老公眼里只有工作一直耿耿一会儿 在他的心里反而盼着李达康能够下台 那样他们的婚姻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欧阳金同意离婚 但是在离婚之前他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把大风厂的那块地交给王大陆赶 这个王大陆和李达康是同一时间的同僚 因为帮李达康背黑锅才去做的生命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经州市委书记不和任何商人所交易 夫妻两位这件事大吵了一家 眼见这婚暂时离不掉 这天欧阳金在买东西的时候 发现其中一张卡里的钱不够 于是他掏出了另外一张卡 这张卡正是蔡成功举报他行贿实用的卡 这张卡一直在反贪局的监视之中 他前面刚刷完卡 后面反贪局就收到了通知 等反贪局的人感到商场的事 刚好看见欧阳金准备离开 欧阳金一看见反贪局的人就知道大事不妙 立刻开车离开了商场 在回去的路上他就打了个电话给李达康 让他立刻回来签离婚协议 李达康虽然有点疑惑 但是欧阳金好不容易同意离婚 他还是决定立刻回家 为了能够快速地离婚 李达康把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请到了家里 在家里现场为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另一边反贪局正在商场里收集证据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们要传唤一位市委书记的夫人 后果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可以承担的 而欧阳金在办好离婚手续之后 要求李达康送他去机场 李达康想着夫妻一场 也就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侯亮平在路上的时候 也收到了商场同事的传讯 证据确凿 他当即在高速路口设计 准备拦下李达康的车 路易可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车上还有一个荆州式的一把手 事实如侯亮平所料 在传唤欧阳金的整个过程中 李达康都没有下车 只是在最后留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在回去的路上 李达康就打了个电话给季昌明 季昌明丝毫不慌 反而是在这时候护起了炉子 他提醒李达康 如果欧阳金是带着问题离境出国 他让李达康送他 是不是在利用李达康 而事实正如季昌明所说 很快侯亮平同时提审蔡成功和欧阳金 而得到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欧阳金当初停了蔡成功的贷款 是因为他曾经卷入了一起非法集资案里面 甚至动用了一亿五千万的高利贷 不仅如此 他还和丁一针合伙开过煤矿 两个月前他被放高利贷的人抓住 被关在狗笼子里两天两夜 他去找侯亮平举报 不过是为了躲避那些放高利贷的人 侯亮平当即在中控室和蔡成功对峙 结果发现欧阳金说的全部属实 蔡成功现在已经欠了十个亿 他现在只想自己赶紧被判刑 不然在外面他随时会有生命威胁 蔡成功的话证明侯亮平这么久以来 调查的方向都是错 陈清泉正在学外语的时候 门被警察一脚给踹开了 他当即说警察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陈清泉立刻开始装傻 说自己是做生意的 警察叔叔拿出手机往床上一扔 让他好好看看自己的照片 齐同伟收到风声之后 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市局的支队长 他说那些人都是来交流的年轻学者 陈清泉和这些人在一起 不过是为了学习外语 这次对山水庄园的扫黄行为 就是赵东来的一次试探 他想试试山水庄园背后的能量 到底有多大 陈清泉刚刚被抓 市局宣传处就已经拿摄像机拍上 齐同伟在多次打电话捞人无果之后 将电话打到了师弟侯亮平的手机上 他认为这次扫黄 是李达康在反击侯亮平抓了他老婆的事 他希望侯亮平出面找到他们的老师高玉良 让两人之间通个气 齐同伟不知道的是侯亮平此刻就在高玉良的家里 因为被抓的陈清泉是高玉良以前的秘书 所以他来报告一声 高玉良当即对着电话那头的齐同伟一顿训斥 这件事他让齐同伟不要再继续插手 就算是他亲儿子犯法也一样得抓 眼见自己的老师指望不上 齐同伟直接拨通了李达康的电话 但是秘书告诉他达康书记正在开会 齐同伟整个晚上的动静把梁露给吵醒了 梁露感觉齐同伟越来越过分 现在已经公然在家里帮高小勤捞人了 在梁露看来 他这是在公然地践踏自己的尊严 齐同伟劝梁露好好做自己的正宫娘娘 不要没事乱吃飞醋 心烦意乱的齐同伟再次来到山水庄园 高小勤安慰他生活就是休息 各书时期要沉住气 这让齐同伟觉得他非常实大体 这个晚上睡不着的还有高玉良 陈清泉身为他的前秘书 身上汉大帮的烙印无比鲜明 现在公然违法乱记 等于是给他高玉良抹了一记白笔了 高玉良也认为这次扫黄是李达康的打击报复 这一来一回大家可以顶到极致 但是他也知道侯良平是个大闹天宫的主 只怕没这么容易消停 第二天齐同伟找到了高玉良 高玉良好奇他这么为山水庄园卖领 这中间他们到底有多少特殊利益往来 齐同伟却说他和山水庄园没有利益往来 但是赵家的大公子赵锐龙是山水庄园的大股东 此时赵锐龙已经飞到了荆州 很多人都好奇赵锐龙和狂飙里的高启强到底谁厉害 当初为了大风场的案子 赵锐龙找到了主神法官陈清泉 陈清泉只说了一句话 你说怎么审 我就怎么审 说完这些之后 他问齐同伟他妹妹付出的职位怎么样 付处 处长啊 处长 那今天你今天是给我一个惊喜 这就是赵锐龙在荆州的能量 既然已经来到了荆州 这拜山头是肯定少不了的 赵锐龙来到了李达康家 短暂的寒暄之后 赵锐龙就问了李达康老婆被拘的事 然后说他们家老爷子听说之后一晚上没睡着 随后他让李达康和高玉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 你再这么闹下去 那汉东这改革开放的大好成果就给闹没了 李达康反问赵锐龙这大好成果都有什么 是不是他赵家在吕州的美食城 亦或者是山水集团高小青的赌 说完这些之后他话风一转 让赵锐龙收敛一点 李达康心里清楚了 这个赵家大少没少打着他爹的名义在外联裁 兜兜转转之后 赵锐龙才述出了今天来这里的证实 他希望李达康能把陈清泉给放了 李达康试探地问他和陈清泉的关系 赵锐龙却说自己不认识这个人 他今天来着纯粹是看高小青的面子 李达康说他来晚了 侍卫已经决定将陈清泉双开 赵锐龙知道李达康这是不打算卖自己面子 就在他起身离开的时候 接到了高玉良的电话 他问赵锐龙在哪 赵锐龙说自己在李达康家粗细谈心 赵锐龙来荆州第一个找的是李达康 这让高玉良恨得牙痒痒 转头赵锐龙在山水庄园安排了一顿晚宴 他特地给高玉良准备了一瓶珍藏版来送 但是高玉良却说自己已经借了 这齐同伟高小青都没跟我说过 从这里的对话可以看出来 齐同伟和高小青都是赵锐龙的人 这一点高玉良也心知肚明 赵锐龙这次来表面是想做个合适了 想让高玉良管管侯良平 让他不要再继续做死了 高玉良却说侯良平不过是依法办事 抓捕腐败分子 高玉良解释着侯良平他是真控制不得 他上任的时候是沙瑞金亲自接待 等于侯良平是沙瑞金的人 高玉良这句话也是想做侯良平贴亲关系 然后他说让赵立春和沙瑞金去打个招呼 他也想从赵锐龙的嘴里试探出 这两个人的地位到底属高属低 赵锐龙今天来找高玉良还有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吕州的美食城 当初这个项目是在高玉良手里批的 现在美食城面临拆迁 他希望通过高玉良的运动 让这个美食城拆不了 高玉良只说了一句话 你们姐弟啊 就别再为这种事 给我给你父亲签证了 赵锐龙看出来这高玉良也没有想帮他的意思 于是就把他爹赵立春给搬了出来 当然了 这不是我们蔡老爷子在宽敦的时候 更不是当年在吕州 那个里长刚才赶走 把您推到省委常委的位子 听到这句话高玉良把杯子一摔 关于这件事高玉良始终觉得是他人生的污点 见状赵锐龙赶忙道歉 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我是省委高玉良这句话有多大的含金量 高玉良刚挂完电话还没有两分钟 电话就响了起来 给他回电话的正是他前面找的陈局长 而高玉良给他打电话是为了七通伟的事 梁露来找玉良书记告状 七通伟已经把他老齐家沾亲带鼓 甚至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 全部安排进了公安系统 梁露是在家亲眼看着他打电话遥控指挥着一切 梁露气愤的不止于此 他们家有三个远方亲戚把一个打工妹给拟了 七通伟居然公然地为这三个人开拓 梁露担心他再这么下去会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高玉良当即打电话给吕州的陈局长 让他务必依法办理 高玉良现在更加担心的是自己 他身为七通伟的老师和领导 一旦七通伟被查 他是白口目辩 继承清权被捕之后 赵锐龙集团的刘兴健也开始浮出水面 他是赵立春在卫时 在他身边待过时间最长的秘书 现任汉东省刘气集团董事长 赵锐龙想让他去非洲和丁一针一起挖矿 但是刘兴健不愿意放弃国内的好日子 心里存在着侥幸心 于是赵锐龙让程度找来了一个杀手 想要把刘兴健解决 杀手还没来得及行动 人就被侯亮平给拿下了 事后赵锐龙找来齐同伟商议 此时的齐同伟已经对这个小师弟起了杀心 他知道侯亮平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撬开刘兴健的嘴 一旦刘兴健没有守住 他们这一帮子全都要被一锅断 其实真正的货根就是侯亮平啊 齐厅长是个狠人啊 为了隐瞒事情的真相已经干掉了一个师弟 那个人还是他初恋的弟子 侯亮平在提审刘兴健的时候 就接到了齐同伟的电话 说是晚上约他吃饭 侯亮平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据 但是他知道齐同伟和山水集团一定有着特殊的利益输送 这场宴会一定有着风险 但这也是一次摸底的好机会 侯亮平不愿意放弃 果然齐同伟这次安排了杀手 如果到时候侯亮平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 他会毫不犹豫让人开枪击毙侯亮平 晚上依然是高小青来接的人 侯亮平刚到山水山庄 就看见了已经成为省厅办公室主任的程度 程度让他交出身上的手机 侯亮平非常听话的乖乖配了 见到他之后 赵锐龙表现的也是相当热情 在吃饭的时候 齐同伟故意把赵立春给搬了出来 他不希望侯亮平继续再审刘星剑 说是害怕牵扯到赵立春 赵锐龙也接着话查说 他家老爷子听说刘星剑被抓 当时就心脏病犯了 现在还在医院 那是不是老书记 他真的拿了刘星剑的好拳 赵锐龙瞬间就变了脸色 齐同伟也知道自己这个师弟是吃了秤坨铁行了 眼看气氛僵了 侯亮平提议来唱一段制动 赵锐龙出来就站在了餐厅对面 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结果侯亮平 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 接到了他二姐的电话 他二姐告诉他 山水庄园已经被警察给包围了 收到风声的赵锐龙赶到机场 想要立刻出镜避避风头 但是安检却告诉他 他已经被限制出镜 这让赵锐龙感觉大势不妙 他让成都立刻把自己送去旅州 那里毕竟是他们赵家的大本营 收到风声的齐同伟 让高晓晴也立刻出镜 他感觉到了山羽越来风满楼的气息 也是在这个晚上 高玉良接到了老领导赵立春的电话 赵立春第一件事说了赵锐龙出不了境 第二件事就是说 新来的反贪局局长很强硬 被一个副国级干部说强硬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高玉良敢忙说这个人确实是他的学生 但是来汉东的这三个月 也没少给自己找麻烦 高玉良心中一惊 敢忙说明天去找侯亮平谈谈 带个话给这位同志 我喜欢他这股狠劲 对付外分子不狠点还真不行 但是不能被人当枪使啊 接着赵立春又让高玉良一定要绑下齐同伟 不然一旦他被抓 他们都脱不了干系 挂了电话之后 高玉良感觉自己被齐同伟赶离了 因为他曾经让齐同伟去北京做做赵立春的工作 想要以此来让赵锐龙收敛一点 现在看样子这个大弟子是去赵立春面前告了他的状 吴老师以为是因为上次他家几个亲戚伦间案的事 而高玉良认为一定还有其他的事 前不久正在上班的孙连城被一个电话打到了信访局 他刚一来就被李达康给叫了过去 他只能蹲在窗口硬化 李达康把他叫过来也不说话 他就只能这么半蹲着 蹲了好一会之后 孙连城这实在是扛不住了 只能不停地挪动调整身体 头上更是冷汗直流 李达康点拨他一番之后 就留下了一句好字为之 等李达康一走 孙连城问这个窗口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 他也知道今天李达康来就是故意收拾他的 下面的人告诉他这是丁一针设计的 就是为了让来上访的群众话少一点 不浪费工作人员的时间 下面的人让他拨点经费改造一下窗口 但是孙连城的光明区也没钱 反正这是李达康也没明说要的 他想着可能过段时间达康书记 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哪知这天李达康从自家保姆的口中了解到 这窗口还是那样动都没动 气得他当场就给孙连城打去电话 孙连城顿时开始装疯卖傻 气得李达康直接把话挑明 让他把信访的接待窗口 按照银行的窗口标准来改 挂了电话之后 孙连城老大的不乐意 这不是打扰他看星星的雅兴吗 他老婆劝他工作的时候上点信 孙连城势处不顺 心灰意冷 喜欢上天文学之后 放置宇宙之浩渺 时空之无限 人类算什么 李达康高玉良 沙瑞金又算什么 不过都是蚂蚁臣 哀罢了 这就是宇宙去长的由来 他想着自己反正没有贪污也升官无望 所以坚持无私无畏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他心怀与重 可是达康书记吩咐下来的事又不能不做 孙连城让信访局局长打分报告 让市财政拨款一百万 这个款如果拨下来 就按照李达康的意思改造 如果这个款没拨下来 就去买四个小竹凳 小堂果也要摆 但是不能摆多了 不然到时候全让一个人给失了 这件事本来到这里应该算是结束了 孙连城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沙瑞金会来到他光明区的信访局 并且用当初李达康对付他的方法来对付李达康 面对沙瑞金的问责 李达康是愤怒加惶恐 沙瑞金的一句这是懒政 算是给这件事定了心 李达康知道现在中央高压凡 很多干部秉承着不做就不会错的思想 沙瑞金当场下达指令 把这些懒政不作为的干部全部召回 重新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更是点名要把孙连城一降三级 很快李达康就召开了荆州懒政学习班 并且当场点名了孙连城 既然他喜欢看星星 李达康就准备把他调去少年宫当辅导员 孙连城当然是不服气的 在他自己看来他不是不作为 而是没钱作为 最后孙连城还是乖乖地去看星星 齐同伟靠着今天一跪 娶了比他大十岁的梁露 现实让他清楚什么能力都没有关系重要 当初成绩优异的齐同伟刚刚毕业 就被分配到了一个山沟沟里当村干部 看着对面的老村书记 他不想自己的一辈子像他那样 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碌碌无为 所幸他就放飞自我 像比他大十岁的梁露求婚 靠着梁露家的政治资源 齐同伟被调进了势里 他自己要求进缉毒大队 为了抓捕毒贩他身中三枪 那个时候的他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英雄在权力面前失忆工具 至此之后 齐同伟决定开始跟命运做斗争 即便是跟天斗他也要像混沌一样圣天伴子 当高玉良得知他参与了山水庄园的事 和包庇他的亲戚之后 高玉良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了 沙金瑞家的门口 当白秘书问他有什么事的时候 高玉良赶忙说没事 他就是随便晃晃 当白书记把这件事报告给沙瑞金之后 沙瑞金还好奇他怎么会来自己这里 整个下午高玉良都在拼命地处地 他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得意门生的真面目 只是现在为时已晚 他已经和齐同伟绑在了一艘船上 晚上吃饭的时候 高玉良把这件事说给了他老婆听 如果不是为了顾全大局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现在就把齐同伟的厅长撤斗 吴老师劝高玉良趁早和齐同伟做切割 高玉良却说一切都为时已晚 就放了点木糖醇 一个简单的放糖问题 其实中间充满试探 当高玉良没有再计较之后 吴老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事 请注意看这里 高玉良的表情是有些咬牙切齿的 接下来吴老师的一句话信息量很大 小林的老婆要和他离婚 然后吴老师就来高玉良这里帮他谋职位 你们自己细品 面对这样的要求 高玉良指挥了一句话 你是在不断地给我这个很大帮添转嫁娃呀 这句话业余的意思很明显 吴老师自然也知道 他让高玉良能帮就帮 帮不了也不要勉强 我的征发位还有几个名额 我亲自掌握的 听到这句话 吴老师说了一句谢谢 这些细节无不表露 两个人的关系不像正常的夫妻 果然接下来吴老师的话风一转 那个小高到底哪里好 让你迷恋了这么多年 高玉良明显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他越是这样吴老师就越来劲 他说自己想和这个小高败事学业 这同样是在业余高玉良 明显两个人的婚姻 并不像外界看到的那么风停浪静 吴老师更是越说越激动 他看上的是你手中的权力 高玉良让吴老师给侯亮婷打个电话 他审讯估计该结束了 于是吴老师又变成了那个慈祥的师母 让侯亮婷中午过来吃螃蟹 很快侯亮婷就来到了高玉良家 吴老师让两人先去聊聊天 他去准备争螃蟹 正是这一聊天 让两人的师徒情分走到了尽头 高玉良出言试探 想知道侯亮婷对山水庄园的事 到底知道多少 侯亮婷言之凿凿的确定 七通伟和山水庄园脱不了干系 甚至很有可能陈海的死 就是他一手策划 眼见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高玉良只能开始打起感情牌 他说齐同伟的身世可怜 自己知道他入股山水庄园的时候 他都已经入股好几年了 公安厅长经商这是伪计 当然伪计 那也是人 也得养家姑可不是 更何况 他们是一个大家族 靠他这种工资能养护谁啊 侯亮婷也已经调查过了 从齐同伟当上公安厅长以后 把家里七大姑八大姨 全塞进了公安系统 从他话里的意思 高玉良知道这个学生 恐怕已经对他的朗学长开始调查了 高玉良这番话明显是在点侯亮婷 但是侯亮婷却说 如果所有的干部都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服 那么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以言 这番话在高玉良看来十分幼稚 人走在社会上谁还没个身不由己 总之齐同伟是我的绝症 没办法 一句没办法让侯亮婷意识的 这个老师只怕已经身陷其中 他甚至怀疑高玉良提拔齐同伟 就是为了报当初齐同伟老丈人的提携之恩 高玉良却认为齐同伟虽然有些小质上没有遵守 但是总体来说算得上是德财兼备 眼见情况不对 吴老师赶忙出身制止 这个家离了吴老师早晚得散了 高玉良为了阻止侯亮婷再继续查案 他们让蔡成功举报侯亮婷贪污 为了将这件事做实 高玉良找到了荆州市检察院的检察长肖刚玉 由他来督办这次的案件 并且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连陈海的死 他也打算全部推到侯亮婷身上 高玉良的一番话就意味着 只要肖刚玉把这件事办漂亮 之后他就会升职 但是肖刚玉担心沙瑞金会出面包 毕竟这侯亮婷来汉东是他亲自领将 当天晚上高玉良就找到了沙瑞金 说是蔡成功时名举报侯亮婷 这让沙瑞金感到奇怪 这侯亮婷明明是高玉良的学生 甚至身上还有汉大帮的烙印 更离谱的是在对侯亮婷的举报 还有他和逃跑的汤姆丁一起合伙开矿场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更要及时过来向你汇报 沙瑞金能做到省一把手 自然不是什么傻白天 他清楚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对侯亮婷做了手脚 但是现在他的老师都站出来大应列轻 接着高玉良提议先把侯亮婷 从116案件主审的位置上拿下来 只有这样才能服装 沙瑞金身为省委书记 但是也不能妨碍司法公正 只能让高玉良转告萧刚玉 让他对侯亮婷的案子做一个专职会谋 这边的侯亮婷正在审问刘兴建 并且已经快要打开突破口 纪昌明接到了沙瑞金的电话 沙瑞金都发话了 纪昌明也没有办法 但是这中间还是可以运作一下 就在这时候控制中心的电话响了起来 一听到对面的人是高玉良 纪昌明立刻示意自己不在 高玉良在电话里让对刘兴建的审讯立刻停止 面对多方压力 纪昌明留给了侯亮婷半个小时的时间 时间一到不管有没有收获都要立刻停止 他决定亲自去找高玉良拖时间 这边的肖当玉担心纪昌明阳奉英维 如果侯亮婷再这么继续审下去 刘兴建一定扛不住 高玉良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 你马上到时候 监督执行 要确保侯亮婷停止对刘兴建的审讯 高玉举报的事说了什么 而小爱对纪昌明说话居然有种居高零下的感觉 三个月前亮婷在北京 还是一位优秀的侦察处长 怎么到你们汉东当了三队的反餐局长 查个116的案子 就出问题 按道理来说 小爱和纪昌明并不是一个系统 两人也不存在上下级关系 但是小爱说话就像是领导在训斥下属 纪昌明在打电话的时候下意识地弯腰 可见小爱的身份绝对不一般 打完这个电话之后 纪昌明才来到高玉良的办公室 高玉良不知道自己想弄这个学生 为他招惹了一个多么强大的敌人 因为高玉良的陷害 侯亮婷被勒令停职接受调查 接着就在侯亮婷的宿舍门口出现了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被调查侯亮婷的吕良看见了 他本来想敲门给侯亮婷送过去 但是想想还是转身回屋去了 回屋之后他打开信封 里面的东西让他大惊失色 经过了躊躇和不安之后 他拨通了省纪委书记田国父的电话 没想到吕良还没有开口 田国父就已经说了信封里的东西是照片 还是三张高玉良和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 他认为既然有人一心想让侯亮婷看到这些照片 那就把照片误归原始就可以了 田国父之所以这么清楚照片的内容 是因为他一早就收到了一模一样的信封 现在正拿着照片和沙瑞金商量对策 田国父猜测照片会不会是李达康那边寄的 毕竟汉大帮和秘书帮是同水谷 事情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外面都在传高晓晴和齐鸿伟是一对 但是照片上的高晓晴明显和高玉良亲密无间 如果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关系 高玉良这问题就有点凝重了 高晓晴的山水庄园跟赵家有着千丝万女的联系 高玉良在这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高玉良是省纪干部 这件事他们必须要向中央汇报 侯亮婷收到照片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照片发给了他老婆 于是他老婆才说了那句把高玉良查得底朝天 他让侯亮婷带着这三张照片去找高玉良 再去他们家吃一顿螃蟹 第二天小爱就来到了汉东 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央巡查组 回到宿舍之后 侯亮婷决定把三张照片给高玉良送过去 他非常好奇自己的老师会是什么反应 并且他让小爱陪他一起去 很快吴老师就接到了电话 侯亮婷说他老婆来汉东了 晚上去看看他们的高老师 吴老师也不能说不让他们来 只能硬了下来 挂了电话之后 高玉良给吴老师一个难愿 说他不应该同意让侯亮婷过来 吴老师只说了一句钟小爱来 由此可见 我们的高书记 对这个曾经的学生是有点范畴的 很快钟小爱和侯亮婷就出现在了高玉良家里 这期间吴老师一直在为高玉良说好话 钟小爱也在边上说高玉良 可能只是用特殊的方法来给侯亮婷一个教训 看着两口子一唱一喝的样子 高玉良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 我们这是在向老师请教 我现在还能教你吗 那怎么教不了啊高老师 您就把他当成其中尾 有话直说呗 他是其中尾 几个人聊天可以说是字字朱击 吴老师这时候赶忙出来打圆场 说完之后他就去做菜去 见状钟小爱说他去厨房帮忙 等两个女人都走了之后 侯亮婷从口袋里掏出照片 然后直接拍在了桌子上 高玉良拿起桌子上的照片 看见照片的内容使他瞬间变了脸色 学生拿着老师的艳照登门拜访 关键这老师是省委副书记 我问你这些照片从哪来的 谁弄的 高玉良在短暂的慌乱之后 开始迅速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然后直接开始大声的叫起了他老婆 吴老师 你过来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在自己的这个学生面前 展示自己心中无愧而大意凛然的模样 吴老师在看过照片之后 只是波澜不惊的问照片哪来的 这个反应倒是出乎两人的意料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无限 在吃饭的时候 高玉良开始解释起来 那时他参加一次活动突然滴血糖晕倒 然后人家给他喂水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小事 被有心人无限放大 吴老师在边上一唱一喝的 让他以后出门的时候口袋里多带两块糖 随后侯亮平问起了这次他被停职的事 据他所知 当初高玉良是专门跑了老远找到沙瑞金 让他把自己给拿下来 高玉良却接着这个事情给侯亮平上请客 他问侯亮平有没有想过 岳飞为什么会死于莫须永 这句话已经给了侯亮平答案 当初的岳飞就是今日他侯亮平的写照 如果侯亮平乖乖的回北京相安无事 如果他继续留下说不定真会弄个风波停来 什么 难道 也要让我死于莫须永 高玉良笑笑没有说话 通过今天的一顿饭 侯亮平知道 曾经的那个高风亮节的老师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今的高玉良充斥着上位者的虚问 事后高玉良在想这照片到底是谁记的 他在想这件事要不要跟沙瑞金汇报一声 吴老师这时候却反应激烈 你别恶心我成了 只要高玉良一汇报 他和小高的关系在有心人的查探之下根根就不是秘密 到时候吴老师的脸就该没地方放了 他提醒高玉良中央巡视组已经来了 让他这段时间低调一点 而在侯亮平被停职的这段时间 检察院的其他人可都没有显着 他们一直在找关于侯亮平没有受贿的证据 这其中蔡成功公司的会计和他的司机就是关键的证人 同样在找这两个人的还有齐同伟 他安排程度把整个检察院的人手机全部监听 一旦发现有用的消息务必要赶在他们之前接吾 而检察院早已经知道他们会用这招 所以他们兵分两路 故意用一辆车来吸引省公安厅的监视 然后另外找了一辆私家车 在隔壁市的看守所找到了蔡成功的司机和会计 他们这边刚接到人 齐同伟那边就立刻收到了消息 隔壁市已经跨省 即使他身为公安厅长也鞭长莫及 他让程度组织警力 在高速路口设抢南京 老G在收到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打了个电话给路易可 他让路易可直接绕路在隔壁市就地审讯 中间他来打电话协调 这是一场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较量 路易可直接把车开到了隔壁市的检察院 一来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展开审讯 通过司机的介绍 侯亮亭根本就没有收过蔡成功的东西 而且蔡成功带给他的中华和茅台都是假货 现在那些假货还在他们家旁边的小店进来 而会计也正是所谓的收费40万 也只是蔡成功拿着侯亮亭的身份信息办了一张卡 因为他们厂里经常有大额资金流动 但是银行又陷了 所以他们公司办了许多卡 这里面就有侯亮亭受贿的那张卡 这么一来侯亮亭算是沉渊得雪 汉东关厂的大地震也随之开始 侯亮亭 我现在代表组织通知你 你的问题彻底查清楚了 沙书记要找你谈话 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 侯亮亭就来到了沙瑞金的办公室 对于侯亮亭的清白 沙瑞金也算心中有数 他更加欣慰的是侯亮亭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并没有主动来找过自己 一旦他出手干预 他们的对手势必也会换成其他大佬下场 再一个他也害怕打草惊蛇 到时候高晓晴和赵瑞龙就会待在境外不再回来 事后他们还要追捕 我差一点就来了 可我那位高老师 一直盯着我 眼见侯亮亭主动提起了高玉良 沙瑞金便决定好好地聊聊他这位老师 侯亮亭发现他调查了这么久 高晓晴和齐同伟做的很多事 只怕都和他这个老师脱不了担心 现在局势已经渐渐开始明朗 当初赵瑞龙在吕州的水上美食成项目 就是高玉良批的 而高晓晴当初也是赵瑞龙公司旗下的李小姐 另一边季昌明找到了高玉良 向他汇报侯亮亭被诬陷的事 高玉良表面上替自己的学生高兴 心里已经快把后槽牙给咬碎了 这个时候他又把师徒情义给端了出来 真的是没办法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堵一些同志的嘴巴 季昌明请求恢复侯亮亭的工作 高玉良让他去请示沙瑞金 得知沙瑞金正在和侯亮亭谈话 高玉良赶忙开始给自己找 当时要把侯亮亭调回北京了 也是沙书记的提议 是为了保护侯亮亭 现在既然一切都查清楚了 我看看是这样吧 让他留下来 你说呢 季昌明前脚刚走 高玉良就拨通了齐同伟的电话 他说侯亮亭的事已经调查清楚了 我们都应该为他高兴 是吧 太好了 玉良叔叔 高玉良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让齐同伟有所行动 毕竟他是一个省公安厅的厅长 当刘兴健再次看到侯亮亭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完了 侯亮亭当着刘兴健的面打了一步电话 故意说出了赵锐龙静观的事 并且让人立刻实施抓捕 被这么一下 刘兴健把什么都说出来 当他做了游戏集团的董事长之后 赵立春曾找他谈过一次 就是因为赵立春的一句话 汉东游戏集团变成了赵家的私人提款机 齐同伟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准备让高晓晴逐步撤离荆州 当天晚上以纪昌明为主导 市局局长赵东来以及反贪局局长侯亮亭 开始向省委汇报完整的116案件全过程 这个案件涉案人员之多和级别之高 可谓是汉东省有史以来第一例 这边的赵锐龙接到了他二姐的电话 让他赶紧离开汉东 他们都上了杀锐金的档了 吓得赵锐龙赶紧收拾东西 管时他给齐同伟打个电话 想让他把自己给安排出去 齐同伟有点莫名其妙 他这才刚刚回来没多久 赵锐龙只是说他要去香港有点事 赵锐龙收拾好东西之后准备跑路 只是他刚打开门就看见两个人 两人当场出示证件对他实施了抓捕 侯亮平和赵东来也准备对齐同伟实施抓捕 据赵东来所知齐同伟身上至少有三把枪 收到风声的齐厅长掏出了藏在柜子底下的枪 高晓晴还想着能不能找找高玉良 齐同伟知道赵立春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高玉良估计很快也会落网 他让高晓晴赶紧离开汉东 这个晚上整个汉东都不在平静 首先是吕良带队直接来到了萧刚玉的家 萧刚玉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以为这是侯亮平对他的打击报复 他还想着让高玉良来做个合适劳 然后和侯亮平相逢一笑宁恩仇 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另一边来到齐同伟家的客警全部全副武装 毕竟齐同伟身为公安厅长 身上有武器也不足为奇 但是家里只有梁璐在家 梁璐早已经料到这一天早晚回来 得知齐同伟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客警们当即全员撤离 而我们普通人的天花板程度 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等着了 仿佛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 侯亮平则带队截停了高晓晴的车 高晓晴不慌不忙从车子上下来 显得那么的从容不迫 当她被带上车的时候 侯亮平隐隐觉得有地方不对 很快高晓晴就被带到了审讯室 看着她淡定自若的样子 季昌明都感慨这个女人不一般 这次的审讯由路易可主导 她之前没少和高晓晴打交道 你是陆处长吧 还是陆处长吧 路易可还以为这是高晓晴故意为之 她一时间也搞不清高晓晴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就在这时侯亮平接到了赵东来的电话 他们找不到齐同伟的人 于是侯亮平让路易可询问高晓晴 齐同伟现在人在哪 高晓晴说她去香港出差了 她扯淡 边防口岸我们全都疯了 赵东来之所以如此激动 是因为她知道齐同伟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 齐同伟的手上有一把狙击步枪 听到这个消息的侯亮平非常震惊 路易可对高晓晴的审讯还在继续 侯亮平却发现了异常 她不像是我印象中的高晓晴 会不会是抓错人了 眼前的高晓晴眼神过于温柔 身上完全没有沙发古断的气质 侯亮平接触高晓晴的次数也不少 这跟她印象中的高晓晴完全是两个人 为了印证自己心中的猜测 侯亮平决定亲自审讯 她一上来什么都不问 反而是让高晓晴唱一次之斗 也不管她愿不愿意 侯亮平就开始唱了起来 轮到高晓晴的时候 她也只能硬的头皮唱 虽然这个高晓晴唱的也不错 但是动作和神态都跟山水庄园的老板差的 不是一心半点 她的心中依然有判断 你不是高晓晴 真正的高晓晴此刻正在鸡场 简单的乔装一番之后 她准备出境 就在她经过安检的时候 侯亮平带着人赶了 看见侯亮平高晓晴知道跑不掉了 她一边跟侯亮平说话来转移她的注意力 一边用手机发了条信息给齐同伟 收到消息的齐同伟没有选择逃 伴随着高晓晴落网 齐同伟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她也不想跑 齐同伟孤身一人来到了孤英岭 这里是她平不清云的开始 那时候的这里全村都是做面粉生意的 齐同伟孤身一人深入敌血 中枪负伤 正是因为她的通风暴行 警方直接出动了直升机 将这里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就在她一网袭的时候 一架直升机突然出现 齐同伟知道抓她的人来了 她让大爷跟自己进屋 随后她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一把狙击步枪和手枪 侯亮平在直升机上喊话的时候 齐同伟的狙击枪已经瞄准了直升机 边上的大爷劝她回去自首 不管怎么说你当年是嫉妒英雄啊 我犯的罪 什么样的英雄都抵上 特警已经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高玉良打了个电话给沙瑞金询问情况 他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果断的击毙齐同伟 毕竟这个得意门生现在死了 他也能少受点千里 这边的侯亮平并不同意击毙齐同伟 他还想把胜利的果实继续扩大 为此他不惜一身反省 选择直面这个老学长 大爷也知道这个曾经的嫉妒英雄 已经到了无法往远的地方 齐同伟的这一生如履薄冰 从山沟沟的司法所 到今天一跪向梁路求婚 再后来的他成了万人敬仰的嫉妒英雄 他无时无刻不再和命运全力做抗争 这一切又岂是侯亮平 这个一路顺风顺水的人可以理解的 侯亮平居高临下的说 这是他梦想不光荣开始的地理 齐同伟最后选择来到这里 证明他的人性还没有敏念 齐同伟现在想的大不了就是一个死 侯亮平大声的斥责 就是因为他的贪腐 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更是因为有他们这些人 导致公职人员在社会上的公信力下降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齐同伟隐淡自尽 这是侯亮平没有想到的 齐同伟死了 收到消息的高玉良又开始出地 因为他知道下一个恐怕就是他了 就连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头发今天也格外的凌乱 但是他并不想就这么认输 玉良书记收拾好了之后准备去上班 他交代吴老师如果他回不来了 到时候不要忘记给家里的花花草草交交食 侯亮平也打算去会会自己的老师 他很好奇高玉良和齐同伟两个人到底是谁先下的水 很快侯亮平就出现在高玉良的办公室 对这位昔日的老师他已经没有了敬畏之心 高小凤 怎么回事 面对往日自己学生的提问 副省不及的高玉良决定满足他的好奇心 他和原配吴老师早就已经离婚了 但是两个人是离婚不离家 他也早就和高小凤在香港登记结婚了 高小凤和高小琴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本来是愚民的女儿 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被赵锐龙手底下的人埋走了 只是两个人的命运截然相反 高小琴被赵锐龙和他手下老度先后监污 后来这两姐妹就被他们培养成了李仪小姐 说是李仪小姐 其实就是他们用来笼络高官的工具 当初赵锐龙找到高玉良 想要让他审批吕州水上美式城的项目 为此不惜送了一副张大千的字画 高玉良虽然喜欢 但是东西他却没有手 再后来他就把高小凤安排见了高玉良 他认为男人有了权利之后 这才合色他总会爱一样 而这高小凤在见高玉良之前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所有的性格谈吐都是投其所好 美式城开业的时候 高玉良的目光就没有从高小凤的身上挪开过 拿下了高玉良之后 赵锐龙又把高小琴送到了齐同伟面前 就这样他把高玉良和齐同伟变成了连京 等高玉良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 他已经被赵锐龙绑在了一条船上 高玉良的一番说辞在侯亮亭看来就是诡辩 但是玉良书记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顾合理合法 他也知道中央巡检组这次来很有可能要找他谈话 所以这次和侯亮平的谈话算是他的一次预言 侯亮平认为高玉良已经掉进了美色的陷阱 我跟他之间是爱情 这种爱情你大概永远都不会懂 侯亮平让他不要再装清高了 他不过是在美色面前没有把握住自己 而且在高小凤和他的儿子名下 还有一笔两亿港币的信托基金 这两亿港币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高老师您失算了 你是聪明反辈聪明 你以为和高小凤结婚了法律就拿你没办法 错 正是因为高玉良和高小凤结了婚 所以高小凤受贿的一套别墅和他名下的这两亿港币的基金 和高玉良就脱不了干系 这套别墅是当初赵瑞龙送的 而这两亿的港币基金是高玉良的大姨子高小琴出自的 这一下玉良书记知道自己要制止 当沙瑞金得知高玉良已经离婚六年 并且还有一个大胖儿子在香港的时候 气得他是暴跳如雷 这么重大的个人事情 居然跟随着已瞒到现在 李大康离婚还专门打了个刀 你的省委副书记 眼里就根本没有组织 没有省委 沙瑞金的话翻译过来那就是目无法计 如果高玉良是一个普通人 这的确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他是汉东省的副省委书记兼政策书记 高玉良被带走吗 手上盖着的衣服是他最后的体面 对 对 感谢观看